这是地球上所有的淡水资源 而这是中国的 排名世界第五 还不错对吗 但如果平分到每一个人呢 不仅如此 这仅有的水资源 在空间上只有19%分布在北方地区 实际上更是65%都集中在夏季 再加上过去近40年来 极端天气越发频繁 这每亮起一个点 就代表这一次干旱或淡水 为此中国已经建成了 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体系 但在水资源短缺 分布布均 灾害频繁这重重挑战面前 如何才能让这个庞大的系统 更加高效呢 接下来 你将看到当代中国水利工作者们 给出了答案 我们需要一个平行时空 我们要预测未来 首先 1.4倍 接着 团州院的一处河堤突然开始渗水 随后下陷发生绝口 而且不断扩大 10米 20米 50米 100米 200米 220米 此时的团州院内 近93%的面积已经被淹 平均水深达到了4.6米 放眼望去 无垠的水面上 只剩下电线干顶和屋顶 而如果洪水继续涌入 中间这条尖堤可能也会不堪重负 与之相连的前南院 甚至整个大院可能都会被洪水吞没 怎么办 如果能预测洪水走势就好了 于是一个平行时空中的洞庭湖 登场 这是一个以卫星摇杆影像 无人机拍摄的现场照片 和监测数据为基础 孪生出的数字洞庭湖模型 它和现实中的洞庭湖 如同一对孪生兄弟 通过它的预测 人们就能提前看到 重数的流动轨迹 不仅如此 随着绝口扩大 它还推演出了 尖堤最容易失手的位置 并提前规划了一条新防线 于是 在前方紧锣密鼓的封堵绝口时 四公里外 一条堤防已然拔地而起 然而 灾情到这里并没有结束 此时的团舟院内 已经堆积了近15个溪湖的洪水 接下来的当务之急 就是排水 重建家园 不过如果盲目抢牌 可能会让被长时间浸泡的低波 发生垮塌 除非让水位 以每天小于0.45米的速度 均匀下降 没错 模型的推演 再一次为我们预测了未来 顺利完成了整次营救 但水利工作者们要化解的 不只是一次绝口危机 要守护的 也不只是一个大湖 或是一条江河 其中最特别的 莫过于这条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人造江河 南水北调 以中线工程为例 它从湖北丹江口水库出发 让一红清水永续北上 全长超过1400公里 如此巨大的跨度 意味着中线工程 要南北纵贯四个省份和直辖市 通过数百个闸门 为沿线20多个大通城市 200多个县城提供生活用水 还要统筹沿线水源 为数十条河流进行生态补税 如果扎门之间不能高度配合 那整条水渠都将无法正常运转 而如此巨大的跨度 也让整条水渠 足足跨越了八个纬度 两个温度带 当南方渠段还是艳阳高照时 北方渠段却有可能发生结冰 堵塞渠道 甚至中断洞水 那么能不能推演出 每一处关键节点的水位 油速 水温 以及结冰情况呢 当然 但要做出这样一个平行时空 就必须让渠道上的节制闸 退水闸 分水口 等各种水工建筑 还有十万多个传感器 一万多台摄像头 统统联合起来 于是就在2024年夏天 当河南发生大旱时 人们便利用这个平行时空 推演出了借助退水闸 向白龟山水库补水的全过程 为平顶山等地区 临时紧急抽掉了 近四个西湖的水量 以解燃美之际 而到了冬天 当首场寒潮来临前 人们也在这个平行时空中 预测出了北京到石家庄区段内的冰层覆盖范围 从而提前预警 进行蓝冰 除冰和容冰的准备 正是靠着这样一项超级工程和数字模型的联动 才让这条人造江河能够四季无休 昼夜不停地运转 当然 在这个平行时空中 还不只是大江大河 要再加上不计其数的 像毛细血管一般的水渠 水道 才能真正成为一张完整的国家水网 在中国有三个特大型灌区 四川的都江雁 内蒙古的河套 还有一个就是主体在安徽 有辟河 史河 航布河三条大河 1200多座水库 20多万座唐雁 以及2.5万公里长的渠网 共同组成的辟石航灌区 那么 如何用有限的水量 浇灌这里的1100万亩粮田 如果像2022年那样 一场50年一日的特大干旱 降临江淮大地 整个灌区的水库需水量 只有往年平均的60% 又该怎么办 想必你已经猜到了答案 是的 一个平行时空中的 P始航灌区出手了 这是当时整个灌区 可利用的水资源 而这是所有庄稼 涨时的用水需求 只需要短短5分钟 在这个平行时空里 就可以根据需求 生成一个分水方案 将不同类型的水源 合理地分配下去 更便捷的是 借助全灌区的 3000多个监测站点 人们只要在手机上 就能查看 每条渠道的水位流量 监测每一片农田的灌溉进度 就这样 在这个平行时空中 无论是降水 用水还是蓄水 都将在精密的计算和分配下 实现高效精准的调度 即便遭遇旱勤 也能助力灌区粮食的 文产和丰收 如今这项宏伟的 数字乱生计划 在中国已经完成了数百处 而未来 水利工作者们的目标 是把整个中国水利 都装进平行时空当中 在这个时空里 不仅有45000多条河流 2800多个湖泊 95000座水库大坝 98个国家级蓄置红区 43万公里的堤防 和不计其数的水渠 凤湛和灌区 也有由上百颗摇杆卫星 12.7万个地面水文测站 和成千上万个监测点位 共同组成的 天空地水空数据网络 以及无数水利工作者 在水文学 水动力学 水资源 土壤侵蚀 泥沙动力学 水生态环境 水利工程调度等各个领域 一代代积累下的研究成果 在这个时空里 可以更好地实现 对过去的检视 对当下的研判 和对未来的预测 或许到大时 你会发现 大自然的水资源禀赋 不曾改变 频繁的极端天气 依然不断带来新的挑战 但中国大地上 却能江河安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